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在大屏幕上向大家招手的这位老奶奶 这位广州的老奶奶最近在网络上是人气爆棚 老人家89岁的高龄了 却在年轻人热衷的网站上发布视频 讲述自己经历的往事 分享现在生活的点滴 用现在的话说是当上了UP主 对这UP主得给大家说说 这个UP主英文叫Uploader 中文大家有时候特别可爱的音译成叫阿婆主 指的就是上传视频的人 其实就是视频的创作者发布者 但是这个特别90后的名字相对应的 我们说这位阿婆主 你看她是一位89岁的老奶奶 她的名字叫江敏慈 网名叫敏慈不老 在这样一个年轻人为主的视频平台上 她已经坐拥了30多万的粉丝 而且视频播放量达到了数百万次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支持 年近九旬突然间走红了网络 这位老奶奶为什么能在网上圈粉这么多呢 今天的遇见你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这位新潮的老奶奶 大家好 现在年轻人都在玩B站 我也想来当一回阿婆主 你们说可以吗 这是今年四月 江敏慈发布在bilibili网站上的第一段视频 白发苍苍的奶奶向网友问道 89岁了能当up主吗 视频发布后 立刻收获了一大波点赞和支持 截至目前 江敏慈已经在B站发布了18条视频 播放超过458万次 看着视频满屏的弹幕奶奶好 江敏慈很开心 首先要感谢他们 再就是很高兴 没其他感受 快90岁的奶奶 闯入年轻人的网络社区 领路人证实自己的孙子 同样是B站up主的高中生豆豆 疫情期间 看到孙子录制视频上传网络 玩得很开心 江敏慈也产生了兴趣 网站里的视频 有做饭的 有跳舞的 还有的只是聊一聊 家常里短 没什么太专业的制作 却也都颇有乐趣 这样江敏慈萌生了 自己录制视频的想法 我在网上了解了B站 我说他没说有年龄 先知他还是说不行 我说行的 你从几个月 奶奶就教你 带你 教你 帮你 他小学的奥数 说我教的 我费了很大的精力 我说我都可以教你 现在我不懂 求你都还不行 他说 也不是我不愿意 这不是老年人搞的 我说你管他老不老 我可以就行 后来他说好 在奶奶的坚持下 祖孙俩决定一事 豆豆为江敏慈 注册了账号 用户名是敏慈不老 带着一颗不老之心 89岁的江奶奶 在B站刚一亮相 就得到了网友的一片支持 这也让豆豆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在我的刻板印象中 我都觉得老年人可能 对现在的科技 不太能去接受了吧 那突然间 就比如说 网上突然出现了这样子 一位老奶奶 然后愿意去学习 这些新鲜科技 包括是做这些视频 那一方面呢 也可以让网友们 就是给 作为给自己家里的长辈 做一个例子吧 就说你看人家都已经 89岁了 都可以这样子来学习 用手机电脑 江敏慈出生于1931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他跟随家人 躲避过战乱 还曾为逃避 封建包办婚姻 而离家出走 后来进入铁路学校读书 学成后 在南昌铁路工程局工作 直到退休 江敏慈录制的视频 大多都是讲述 自己的人生经历 其中 为求学而逃离 包办婚姻的故事 点击量 委居第一 特别是女孩子 应该积自强自力 就是说 不要因为婚姻 或者因为什么挫折 会影响自己的自向 要努力达到 这个能够自力的目标 这个这一辈子 才过得有意思 江敏慈的分享 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而她也常常浏览 网友们的留言 有评论说 奶奶的人生经历 和国家命运 修期相关 这让江敏慈 很有共鸣 我这个几十年的经历 也是国家 这几十年历史的 所以中国都抗战 都逃乱 到现在 民富国强 我们人民生活 也包括我在内 就过得很好 我现在很满足 视频里的江敏慈 语速虽然不快 但思维清晰 表达顺畅 很多网友感叹 这不像是一个 年近九十岁的老人 其实 几年前 江敏慈曾患过重病 就是凭着坚强乐观的态度 挺了过来 勇敢面对困难 乐观对待人生 是他想要传递 给年轻人的态度 对我来说 我找不到心态不好的理由 遇到很难过的事情 实在想不通 实在忍不住了 看书 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对新事物保持好奇 这是江敏慈 渐行的人生准则 退休至今 他一直坚持参加老年大学 当上UP主后 江敏慈学起了视频剪辑 虽然学习进度不算快 但已经掌握了画面拼接 视频调速等基本操作 现在 每次创作新视频前 江敏慈和豆豆都要研讨选题 商讨口述细节 认真做好提纲 录制时 豆豆只负责拍摄和剪辑 最终的视频结构 字幕效果 文字简介 都是奶奶说了算 这段时间 祖孙俩在一起创作视频 交流越来越多 关系也在发生转变 本来 我跟奶奶的关系 可能属于一种 就是长辈跟晚辈之间 一种教育的关系吧 然后现在就 变成了那种 就是像朋友之间一样 然后互相讨论一些问题啊 包括就是 去交流 怎么做视频 怎么样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更多的像是朋友一样去交流 采访中记者发现 江敏辞的爱好广泛 打太极拳 做十字秀 看爆追剧 买菜锻炼 都是他老年生活中的固定项目 创作视频 只是新挖掘的乐趣 并未消耗江敏辞过多精力 最近 敏辞不老没有更新视频 不少网友已经开始催更 江奶奶告诉记者 接下来几期要发布的内容都在准备之中 未来 只要身体允许 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 大家好 我是敏辞不老 下一期节目 我会讲 我在铁路学校继续学习的情况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年轻时候的江敏辞 应该算是一个特别时髦的人了 但是在89岁的时候 他真的又时髦了一次 把自己接入到了年轻人的网络世界当中 你看近90岁的老人 跟许许多多90后当起了朋友 这可靠的可不单单 就是一股子兴趣和冲劲了 更重要的是一辈子乐于学习 保持一个好奇的人生态度 对于粉丝数播放量这些数字 其实江奶奶并不看重 她喜欢现在这个创作的过程 她也希望用视频的这种形式 把自己的人生经历给记录下来 分享给大家 老奶奶的老故事 在这个年轻的新媒体上 成了年轻人的一半历史读 喜欢奶奶的故事 很多人是因为奶奶人老心不老 故事讲得好 这不现在奶奶视频 刚刚我们看到了 更新稍微慢了一点 大家就会催了 说赶紧更新吧 奶奶最近更新的视频 是讲了自己逃学的事 弹幕刚才大家看到了 满屏的奶奶好 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年纪 挑战自己想挑战的新事物 都会得到身边人的掌声 最近有个热播剧叫三十而已 今天我们看到敏思奶奶 想脱口而出的是九十而已 人们常说幸福不过三个点 有事做 有人疼 有梦追 像奶奶这样充实的 与时俱进